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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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難得 今天早上我們談的是親子的兩個主題 早上我先從畫代溝回代青 我相信我們現在可能很多的人 你的孩子都還很小 可能你的孩子也很大 我看起來我們當中也可能也有一些孫兒 也就別人來參加 不管你現在孩子的狀況 我相信我們身為一個基督徒 對於養兒育女 一個最大最大的責任 或者說兒女是神賜給父母最寶貴的禮物 那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著就像一個詩人 波爾斯戴說 他說什麼 他說每一個英海的誕生都帶來 上帝 上帝對人類並未失望的消息 雖然他是一個文豪 可是他的觀察 其實是代表著每一個人的父母的心 我們就算看到一些很貧困 甚至於日子很難過的這些所謂的族群 或者是家庭 可是當他們抱著他們出生的嬰兒 我相信他們也能夠體會到這一句話 看到他們的嬰孩 我們是一個希望 希望他們的下一代會更好 那另外呢 我們基督徒特別的一個概念 對養兒育女 就是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那麼所懷解胎是他所給的產事 一點也不錯 從傳統的角度 我們華人把兒女當作父母的財產 進步的社會像我們美國 這種先進的國家 把兒女當作國家的產業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會定很周密的 對兒童的福利和照顧 但是基督徒跟這兩個更不同的就是 我們把兒女當作神賜給我們的產業 所以既然從神所賜給我們的 當然是寶貝 而且也是有一樣的責任 所以我想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基督徒的父母 你跟一般社會的人最大的不同 我們要給兒女最重要的三個禮物 第一個是什麼 當然 身體的健康 這個可能不是基督徒族有的一個責任 第二個是什麼 是祂信仰的本質 那這個就是基督徒 特別有別於一般的父母的不同 因為我們兒女從神而來 我們要培育祂回歸到認識 創造天穿造宇宙萬物 包括我們的兒女的徒神 那第三呢 沒有錯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基督徒的兒女 祂能不能在生命上 能夠變成容神一人的人 所以祂能夠翱翔 祂能夠開啟神在祂 無有的每一個兒女的美好的計畫 那這幾句話雖然很簡單 但是我們在談基督徒的親子關係呢 我們必須要有前面這幾句話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回到現實 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 親子關係 我不知道你懂不同意這句話說 一世代的父母相對的真難偉大 從意 傳統的父母不是不難偉 每一個父母都是很偉大 但是一世代有特別難偉的地方 那其中呢 就是我們代溝的問題特別的明顯 那台大代溝 什麼是代溝啊 什麼是代溝 其實代溝不是我們二十一世紀的場 我在一九七零年 在專業的這個 補導的領域裡面 包括來美國很多年的這個 聖照 那個時候代溝這個名詞 真的是非常夯的時候 可是我們仔細研究 就發現到其實每一個世代都有代溝 可是一世代是代溝 特別真的是不容易 那什麼是代溝 你看 這是一個蠻寫實的照片 代溝就是兩代之間有不同的觀感 觀念 做法 還有呢 習慣 還有呢 搞不好 那的人生觀 價值觀 你看我們以前 剛剛被做父母的養兒黃老 可是現在呢 實在不同的 我們養孩子變成一道老爸一樣 所以以前 所以以前只有養兒黃老 現在變成一道老子 怎麼樣 所以今天 不難為 也是因為時代在改變 我們當中有一些 可能 此面臨 我們看到也有一些婆婆們 以前傳統的社會呢 像這個媳婦熬成婆 那如果婆媳有問題的話 一定是媳婦怎麼樣 照樣 對不對 那現在呢 當媳婦有問題的時候 我所輔導過的 比較多 變成是婆婆 吃別了 很多的婆婆呢 想不通 尤其是 如果她以前被媳婦熬出來 她可能想說 只要我當成婆婆了以後 我就可以出頭天了 那你想到了 現在時代改變 當媳婦有問題的時候 媳婦有問題的時候 常常還是婆婆 比較吃虧 所謂的吃虧就是男為 所以這些都告訴我們時代的不同 那這一章是一個看到我們說的 為什麼 代表我們也不良 因為我們有年齡之間的夠 以前的傳統 大概二十歲左右 都已經結婚 甚至於已經生下來 都以前 那現在的人的結婚的平均年齡 你們知道大概差不多幾歲嗎 三十五歲 那麼 那麼 可能 故意先算完了 在中國沒有錯了 把一個三十歲還沒有結婚的個人當作熟女 那 中國當作聖女 台灣當作熟女 那其實 現在三十五歲 四十歲還沒有結婚的 還蠻多的 好 那你現在看 就算他們 三十五歲結婚 四十歲結婚 明明知道 當他們有了第一攤孩子的時候 大概都是四十歲左右 對不對 以前是二十歲左右 就當爸爸媽媽 現在是四十歲左右 就當爸爸媽媽 尤其現在的時代的改變 其實每十年 就一個代 你不知道能不能了解這個 那科技更不用說了 像這些電腦手機啊 半年一年就是一個代 所以你想想看 現在的父母 為什麼比以前的代購更嚴重 因為以前代購單單從年齡來看 二十年當一個蛋 我們現在生下來的孩子 其實馬上就已經進入了兩個代購 有沒有 對不對 因為以前四十歲左右 就是當媽媽媽 罵了幾個人 所以你看 這顆鉤就大了 那第二個 是因為 沒問題 請問 我請問 第二個 第二個是 語言能夠 我們 如果在中國 在台灣 在中央亞的國家 我們可能 語言能夠 還相對少一點 不過 我 到中國 到台灣 去問這些父母 現在父母跟孩子溝通 感覺到語言上 也越來越有障礙 我們一樣都在講華語 可是用法 還有 他們有新的語言 的廉詞 做法 有沒有 尤其現在 有這個手機 有一些父母說 他不小心 去看到孩子的手機 我不知道是不小心 還是故意去偷看 那時候他們看了 也看不懂他們在講什麼話 我不知道 你能夠不夠了解 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 好像回到原始社會一樣 用密碼 用代號 但是他們都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那你只能夠摸著頭在那邊瞎猜 那如果我們住在美國移民的社會 那就更難了 我們是第一代 你的孩子 如果是很小學以後再來 你也許母語還可以保護住 但是日久以後 他們慢慢地跟我們溝通 就越來越膚淺 那如果是在這邊生下的孩子 我想就像包括我自己 在這邊長期的留學 已經在這邊服侍裡住了三十幾年 可是你跟孩子的溝通 你要用他們的英文 那我相信我們還是有招 有沒有 這個又是第二個 免不了的溝通 第三個就是文化的溝通 每一個族群每一個年齡的人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有他特殊的文化 那剛才我給大家看的這個 這個照片其實就是 有一點點也像是文化的不同 右邊這個老爸其實他不是故意打扮的 因為他到了一個年齡就會出頭 但是左邊這個現在的年輕人 你看看 把自己的頭整理到剛好跟父母 父親完全對比 爸爸中間空了 那兒子呢 中間沒有空 但是下面空了 還有呢 有一次我跟我的孫子到百貨公司去 看到一個很高級的服裝店 我們進去看 我的孫子那時候才四五歲 他說 阿公啊 怎麼那麼賣這種 膝蓋在穿的褲子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小孩子在心目中那時候想 哪裡有這種褲子破破破破到 這個地上撿的人都還沒有人要的 他的感覺是這樣 但是你只是以打量 那件牛子褲是一千兩百塊美金 你很難想像對不對 我們以前認為的理所當然的 他們認為哪裡 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我們也很難接受 我有一個很好的牧師朋友 他為了要跟他的這個 teenager的兒子 因為好一陣子很緊張 那因為在跟我談話的時候 我就建議說 你多陪孩子 然後多以他們的角度 去了解他 去欣賞他 去參與在他的身邊 他們還是不容易出來 那我說你就進去吧 好 那維斯呢就跟我們分享維斯的經驗 因為兒子呢 印尼亞的爸爸 要讓他去看這個 Heavy Metal的Gasper song 我們以前聽到Heavy Metal 重金屬 一般都是史靈那種怎麼樣 流行音樂 而且我們看到的那一篇是很怪的 重金屬 你們一定懂的 重金屬 可是現在教會界 竟然還有一個叫做 重金屬的敬拜團 那他兒子硬要去 而且那次還特別 要爸爸陪他去 爸爸就去了 結果一個半小時 這個爸爸告訴我 實在是 第一首歌一下子就想要跑 受不了 但是在路上 回來 他問了兒子 兒子 你今天這個 因為會覺得怎麼樣 他說我跟上帝離得好近 那這個爸爸說 一聲一聲一聲 上帝要離在哪裡啊 這個完全不能夠理會的一些差異 好 代溝免不了 可是 我們也相信 怎麼樣 還有一個 更具體的 描述代溝的 就是 父母跟兒女 常常怎麼樣 父母代表的是過去 孩子常常心裡沒想到的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 一般年紀大到一個程度 我們過生日 常常說是用 年紀越大的話 過生日就是用減號 我們看到 不夠容易 其實 講白一點 哎呀 會少一點 那再更講白一點 離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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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小孩子為什麼過生日特別興奮 因為他們過生日是用減號 啊 我們要多一歲了 那為什麼那麼高興 因為多一歲就是怎麼樣 越耐向他們 未來 心目中我們的理想 的實現 對不對 好 父母 不單單是代表過去 父母 父母相對的 對孩子來說 我們比較傳統 那孩子對我們來說 當然就變得比較清潮 還有呢 父母代表的是權威 孩子代表的是怎麼樣 比較民主 對於我們身處的 這個美國 就是一個 民主社會的一個 都大的代表 對不對 好 我相信你必須要 了解家人的 還有 我們父母 常常是在觀念上 我們是把教育擺第一的 最少把家庭擺第一 可是我們的孩子呢 不見得是這樣在想 他們想的才是他一個人 可以準備一個優先的考慮 對 好 還有呢 我們比較 怎麼樣 比較 願意分享 在公開的一些的場合 個人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男孩子呢 他們還是相對的 比較要求隱私 好幾年前了 我們現在的長孫已經十二歲 那 我們的媳婦 出懷第一胎 這個時候呢 三個多月以後 剛好有一次 家族在聚餐 我的太太懷孕了 就在聚餐快要結束的時候 就說 有一個好消息 告訴大家 我們的媳婦 已經懷孕了 滿一個月就要生產了 還在那邊高興 結果在回家的路上 一上次沒有多久 我兒子一面開車 就說媽 剛才你怎麼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 就把這個消息公布出去 我坐在房間 其實連我也嚇了一跳 這個好消息 有什麼顧慮的 她媽媽也是這樣跟她講 她說就是要講 也是讓我們講 不是你們講 一個很大的震撼 一個很大的震撼 尤其是對師母來說 因為他們認為 這個是我們夫婦的事情 尤其是 因為我的師父是在美國 書生的台灣人 所以她可能更重視到這種界限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我們不多了解的話 我們常常就跟孩子之間 不同的年齡就有不同年齡的 這樣的一個差距 再來 整體來看 我們 一般父母所代表的 如果說 情理化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化 你看 你們都把情擺在前面 你看 但是年輕人的文化是 化、理、情 他們把情擺在這後面 所以 我們有時候為了情 就像有一次 像今天那樣禮拜六中 我想 你到瓦西林 在我們洛杉磯的農區法 那個時候 中餐禮拜天 因為禮拜天 大概都是家屬集餐 那有一次我們去完餐禮 出來的時候 剛好在門口 不是有那個自助的 那個人 賣報紙的那個家庭嗎 那剛好提到旁邊 有一個爸爸 他叫他的兒子 他投了兩個活著 那叫他兒子把那個蓋子 扶著 那我一轉圍一半看 他這個爸爸 用手這樣進去 你知道 禮拜天的報紙 可能比較厚一點 就這樣拿出來 我一看最少拿了三份 那他大概七八歲的兒子 你知道嗎 爸媽你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樣 然後我就很好奇 想要聽聽爸爸在這個時候 現場被兒子抓到 這個是換靠的事情 對呀 一個quarter是拿一份報紙 他怎麼 拿三份 那我就想要聽聽這個爸爸 怎麼回應這個兒子 說爸你怎麼可以這樣 爸爸告訴我 怎麼不可以 一份要送給舅主 一份要送給阿姨 所以你看看 這樣下去 對他來說 小事一樁 有沒有 但是對小孩子來講 現在的孩子 我覺得 可取的字 他是一個動畫的一個地方 好 那以這樣來看 雖然我們有這麼多 一個代購的問題 可是我還是相信 父母跟兒子 本來 兒女本來是最情的地方 所以 代購還是可以免不了 雖然代購 免不了 可是代購少不了 我們只要加以用心 學習 那我相信 這個 我們都可以放代購 給戴親 好 那但是 這個概念怎麼樣去達到 戴親呢 我們前面提到 我們提到 父母 從過去而來 兒女要 想往未來 其實你還有很多的概念 就是 我們其實都跟兒女 活在現在這個情況 那記得喔 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是二零 是二十一世紀的二零一九年 今天是十月幾號 十八號 然後地點在哪裡 在哪 十九號 十六在哪 十六在哪 記得喔 這個就是代表 現在我們一起 真正的相處的年代 那 下面這個分析很重要 會產生代購 就是 前面我講的 我們 父母所代表的 那一些東西 如果我們是活在現在 可是我們常常 一直 想往 或者是 堅持我們以前的 那一些的概念 有沒有 那我們就往一個極端去 然後 一樣 兒女自然而然也會想往 他們所想往的未來 更 開化 更 怎麼樣 更強調的文化 那 從箭頭你就知道 會產生怎麼樣 對立不合 對不對 那這個對立不合 如果 彎扯的到一個 極端的話 你可以想像 假設這是一個神的兩邊 有一天總是會扯斷 有沒有 這個關係就會 就會怎麼 就會斷了 所以 代購雖然是免不了 可是代購真的是 有的時候會造成致命的 怎麼樣 迫害 親子關係的 一個能力 那 這個能力 幾乎就是屬於這樣的結果 產生出來 好 那如果 我們要變成戴親 那 你記得這個箭頭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圖號 可是代表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要 回歸到 此時此地 這個文化 我們跟孩子 現在相處的時代 沒有錯 這個箭頭也包括什麼 不只是我們要認清 我們的 活著的一個現況 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把 過去的東西 經過我們的批判選擇 好的東西帶進來 你記得 不是所有的傳統都好 對不對 但是 而你們在反對的傳統都不好 也是不對 可是 這個就是 你我要根據 你現在所屬的時代 跟這個社會 哪一些文化 那些傳統 是適用於現在 是好的 是不變的 那當然我們要怎麼帶進來 然後 對孩子那邊 當然我們也希望要求他們 怎麼樣 也能夠經過自己的批判 譬如我隨便講好了 現在美國的一種對孩子的 管教的方式 有的時候就變成 太尊重他個人 要變成犯人 然後就是這個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也要經過批判 來 選擇 來欣賞 他們那些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向他們學習 甚至於我們自己也應該要怎麼樣 要接受 譬如我們說的 這個 所規矩的這個簡單的問題 化是一個很重要的維持社會的這個 但是化不是只有小事物跟大事物 化就是化 有沒有 還有一些 我們不是要個人主義 可是我們要尊重個人 這樣的話呢 兩邊所產生的這一種尊重跟欣賞 跟結合彼此的優點 就產生一種對話 就產生一種好的整合 其實這個就變成所謂的多元文化的精彩 所以你我請記得 你已經決定 長期在美國這個社會文化養育你的兒女 請記得 連會講起來 我們的孩子 已經 不可能變成 You are Chinese 我知道 我自己也是地帶女 我都很希望讓我的孩子告訴他說 You are Taiwanese 但是我們如果已經移民在這個地方 尤其孩子長期在這個地方 我們只能夠提醒他 You are Chinese American 這個叫做我們也要認清孩子 我們自己在這個社會文化 我們不能夠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移民很重要的心態 我們選擇哪個地方移民 選擇哪個地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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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孩子在這個地方 然後來能夠找到他們的未來的前途 可是這個電過 我們常常又要好地理 所以你不能夠像美國人 我們不一定完全像美國人 可是他融入了這個美國的文化 是沒有辦法怎麼樣 沒有辦法去消滅他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的說法就是 這種對話也包括我們要孩子人 認同我們的身份 孩子不可能像我們第一代 我們也許可以 就像我們拿到了這個護照 我們還是比較會相信說 我們是處於中國人 或者是華人這樣的一個角度 可是對孩子呢 中國人的中間要加一個角度 就代表他們已經是雙重文化 也知道日本的移民史跟我們華人有點類似 那很多的日本的移民史想不到很痛苦的第二代的經驗 因為他們第二代就很不喜歡他們的第一代父母的那一套 所以他們硬要往美國的這個文化去完全地融入 所以很多的日本人他們不相信 我雖然只是皮膚是黃皮膚 可是我身在這個地方 我吃的東西我學的東西 我的觀念都是美國人啊 所以他們在家裡就常常跟父母他們有一個很大的衝突 可是當他們想要完全地投入在美國的社會 沒有想到在社會上還是吃別 他們今天嚴格講起來 美國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大容物 可是你的皮膚改不了 因為皮膚改不了美國那一種所謂的 因為產生的族群的一些所謂的距離啊 沒有說歧視啊 其實總也沒有辦法滅掉 你可以想像今天 比如說黑人文化 在美國已經幾百年了 還不是高度一個城市 所以日本的第二代 本來抱著想要 完全地變成美國人 可是在那邊碰到了很大的挫折 所以很有意思 他們到了第三代 又開始乖乖地怎麼樣 回來整個 所以叫做Japanese American 終於他們了解 他們不應稱為Japanese 也沒有辦法稱為American 所以他們還是乖乖乖來 We are Japanese American 在我們的洛杉磯就很明顯了 因為早期我來美國的時候 我常常在日本 每年都有一個他們日本的文化節 有時候帶小孩子去看 很有意思 聽他們的歷史來講 早期第二代第三代都不參加了 但是到了第三代 他們現在開始 現在他們在主導日本的文化 他們開始去欣賞 開始認為 我沒有辦法去補定 我更不需要去逃避 我要懂得去欣賞 然後融合變成Japanese American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 應該要有的這種態度 對話整合 那這個就會更好的一個所謂的親子的關係 我的兒子十六歲的時候 他算是沒有很明顯的什麼叛逆 不過媽媽總會感覺到 好像在這個階段 孩子沒有像以前那麼的單純 那在他十六歲生日的時候 師母就拿了一張卡片寫了幾句話 我把它翻成中文 他的意思 我覺得師母寫得很好 好不好 我一直來念這一張 師母給孩子的這個數字的卡片 來 給我們的兒子 請 神父的新少年 你命不足利 神父的新少年 你命不足利 你命不足利 從來 尤其其是父母 你和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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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白恩寫這段答辯的時候 我還沒有 在講今天我早上我們講的這個 但是我就覺得 跟我今天所談的師父 那短短的一句話 其實就是一個不謀言 我們沒有怕 我沒有錯了 只要代公不要惡化到變成 變成衝突變成決定 而要避免這樣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整合 我們要對話 我們要彼此欣賞 那這樣的話 不管教育程度 文化變形的差異 年齡的差異 我們都還是一樣可以維持 最親的一種親手感性 好 那就根據這樣呢 怎麼樣能夠畫蛋糕為戴青 下面有五個很具體的 我們常常犯錯的 一個生活上跟孩子的互動 一個幾個角度 來跟大家來看 首先 跟孩子之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 兼顧到威嚴 還要怎麼樣 尊嚴 沒有錯 威嚴對我們傳統做父母的 做尊嚴 並不是壞事 但是如果你的威嚴 沒有加上尊嚴的時候 我們的威嚴無限的怎麼樣 延伸到最後 可能就會變成很恐怖的一件事 你知道嗎 最少最少 而最少最少 我們不希望 我們父母為了要維持威嚴 反而把孩子怎麼樣 推出去 對不對 因為孩子活的這個世代 他們 他們 這個美國 這個美國的文化 最不喜歡這種威嚴的問題 他們要尊嚴 那尊嚴的意思就是怎麼樣 要不要尊重孩子 他的決定 他的喜歡 他的所謂的自覺 那這個很多的 第一代的移民跟第二代 常常最大的矛盾 最大的這個地方 威嚴加上尊嚴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祖母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我還記得我們